录完之后 变成他只有录一行 叫什么呢 叫selection 点什么呢 这个就是全部的列把它做删除 可是问题我selection 可是我选取的前面那一些 他没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这很麻烦 所以删除列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 可能就失败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用之前讲的方法 所以有些地方 假如说VBA 录制聚集没办法产生 那这个时候你就用VBA来做好了 那我这边有一个喜好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要删除列的话 假如说我用什么 用自己撰写的 我前面讲过 删除的话 删除列 请你倒过来删 所谓的倒过来是 你从反向 那我们从什么 从最下面一列 之前是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A1向下追踪 那现在是这两个顺序颠倒 从最下面一列 往上 往上 往上这个方向 那为什么往上 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如果你删掉其中一个往上 它不会影响 可是如果你从上到下 它删掉 它会变成往上地步 那顺序就会错乱 所以 往下 然后记得后面加一个step 负一 负一的话意思是越来越少 但如果没有加的话 它可能跑一次就跳里 为什么 越来越多 预设只是step 如果你不打的话 那它会越来越多 变成说 往下 那就跳里了 就离开了 所以这边记得step 负一 再来的话 增加一个条件 如果什么呢 sales 意思就是说 我找一下 A栏里面是不是日期两个字 如果是的话 就把这一列 同一列 没有 把它做删除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 设中断点一下 因为其实我要试跑 因为你一个慢慢按F8太慢了 特别注意 我是建议 如果你没有把握 你尽量不要直接按执行 因为一执行可能会错 但错在哪里 你不知道细节 你尽量怎么样 要不就按F8 要不就是设个中断点 像我这边是个中断点 当他要被删除之前 他会停在这里 取消中断点就是再点一下 OK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技巧 那我执行之后的话 他会停在哪一列呢 1520列 意思就是说他找到了 找到哪一列呢 找到这一列 所以他会把这一列删 因为他现在还没执行 所以我把它按F8 他会执行 试一下 按F8 删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 再把它全部继续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他换下一个 他有停住了 哪一列呢 1489 所以我往上抓 1489 在这里 1489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再来一样 1489这一列 帮我删掉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其实是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到这一列就帮我删掉 这一列就删掉 删他往上嘛 所以不会影响 其他的话呢 就照我刚刚讲的 反正就录制聚齐的时候 你就记得名称叫资料剖析 然后我把那个刚刚的动作 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录制聚齐 然后把这个资料剖析输入按确定 然后已经有了 先取代好了 1我是先把D1改成1 然后向右填满的时候按Ctrl键 Ctrl键它会增加 有没有 123456 好 那再来的话 特别说 这边是增加 我们的栏位名称 第二个特别说 这要剖析 之前有同学是直接选B栏 不对 我要剖析的是B2到下面 就是你要剖的范围选 你不要像这个栏位名称 不要剖啊 你干嘛选它 OK Ctrl键个向下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最容易做错在这里 选什么 B2 Ctrl键个向下 然后再什么 资料 资料剖析 分格 符号 逗点 下一步 剖到哪里呢 剖到D2 有没有按完成 再把B栏给删除 好 完成了 OK 写完了之后 把它停止掉 其实录完的结果 在这边会看到 就是资料剖析 编辑一下 就是这一些 其实 做完之后呢 我的习惯是再加上注解 因为这个注解 一定还是要打一下 所以我把我做完的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 有些同学都不习惯 像加注解 其实你不加注解 也可以 可是你以后会看不懂 你如果没有把这注解 加上去 你可能过一段时间 回头看 我到底做什么 你已经完全不知道了 所以加上注解的好处 是写给你未来看的 因为你未来一定会忘记 第二个的话 在加注解的时候 顺便可以学习 BBA的语法 也就是有些东西 都是固定的 像什么 选举D1 有没有他帮你录 这些以后 如果你不会写这个BBA 录总会吧 所以有些东西不会写 没关系 你录制一下 就有时候会有答案 参考着写总会吧 OK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有删除列 资料剖析 这两个都OK了 最后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栏宽 自动调整一下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干脆呢 把刚刚的程式 直接删除列 你直接就加到哪里呢 干脆加在这里 就是它下载完之后 你的程式不用call过来 直接用什么 用一个叫call 删除列 然后再call什么呢 call资料剖析 然后最后的话呢 让它栏宽自动调整 那栏宽怎么自动调整 其实你只要记得一个物件 叫栏的物件 什么 column c-o-l-u-m-n-s ros 就列 column 就是栏 自动调整的话呢 点什么 auto auto AU 这边有个autofit autofit就是什么 自动 适应宽 就是自动调整栏宽 所以以后呢 打完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 也许你分 大概我们就可以分三个 四个步骤 一 从网路上下载 二 就是什么呢 三除列 三的话呢 就是资料剖析 四就是做自动调整栏宽 好 全部做完了 他做完了 其实注解自己再打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 我按一下去之后 理论上 他应该全部都帮我做完这些事情 大概期不到一分 不到一分钟之内 看一下这些全部都OK了 而且自动调整栏宽 号码全部都下来了 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好像没有了 感觉还蛮不错的 瞬间呢 全部都下来 再来的话呢 请你针对1到49号 统计一下 前七名倒是哪 前七名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四个步骤而已 四个步骤 那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个四个步骤 有哪些部分 那那个云端上都有参考的答案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 假如你一下子来不及记也没关系 先看一下那个云端上面有一些 我刚刚做的东西 我把它有贴上去 不觉会认识 它是有能力的 我们下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